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今天我们来聊点与吃相关的话题聊聊 最近在网络上备受 关注的中式素食崛起现象 这场来自国产品牌的逆袭引发了热烈讨论 有人欢呼民族品牌扬眉吐气 有人则对此表示担忧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这一现象的由来 过去西方连锁快餐店 可谓是中国休闲餐饮市场的主导者 像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品牌 进驻一个中国 城市曾被视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它们凭借资金实力 品牌知名度以及运营经验 曾一度令本土品牌望尘莫及 然而时过境迁 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根据最新数据 2024年第一季度 星巴克和肯德基姆公司雅米中国 在华门店的销售额分别同比下滑 8%和3% 而本土快餐连锁品牌如塔斯汀 华莱士等确证经历爆发式增长 塔斯汀汉堡将传统牛肉汉堡 改良为北京甜鸭麻婆豆腐等中国风味馅料 在过去半年就新开了1600家门店 总数达到7000家 华莱士手握2万多家门店 咖啡连锁可提和瑞幸咖啡 分别以惊人速度新增数千家店面 这些数字无疑反映出 国产饮食品牌当前的王者风范 面对这一逆袭 网上一片欢腾之声 自豪地宣称咱们国货正在举起 民族品牌终于扬眉吐气 然而如果我们冷静下来 审视一下这背后的深层原因 或许就会发现这种欢呼过早了 事实上中式素食品牌的火爆 很可能仅仅是一朵昙花 注定难以长盛不衰 首先我们得认清 一个现实中式素食品牌 目前的崛起 绝非源于自身产品 或品牌实力有多强大 而是因为广大消费者的钱包 越来越扁了 这几年国内经济形势如何 我们有目共睹 随着就业压力与生活成本的 不断上升 失业率和贫困人口比重节级攀升 工资收入却很难跟上通胀步伐 年轻人更是纷纷加入了躺贫足的行列 在这种环境下 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大幅下降 自然也就无力像从前那样 经常光顾餐馆西餐厅了 因此他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 转而寻求更加实惠的替代品呢 就是这些价格亲民的国产连锁品牌了 数据显示 瑞幸咖啡的饮品价格约是星巴克的三分之一左右 塔斯汀一个汉堡也只需十几块钱 而肯德基麦当劳的普通汉堡要二三十元不等 为了抢占市场 不少国产品牌甚至在疯狂打着促销 恨不得把价格再压到股折价 在这样的价格优势面前 那些成本较高 利润空间有限的外资巨头们 自然就落入了被动道 他们要么维持原价导致客源大量流失 要么也主动降价 那就得自食其果亏损经营了 可以说在当前这种弱经济环境下 中式快餐品牌的低价优势 正是他们能突围的最大法宝 其次中式速食崛起的另一重要原因是 这些品牌主攻的市场恰逢其时 值得注意的是 像塔斯汀瑞信等国产品牌的门店 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及以下的城市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下沉市场 就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 存在一定的价格敏感度 另一方面 这里的年轻人口比例较高 他们对新鲜事物往往更加热衷 再加上二三线城市的市场竞争程度 相较一线城市来说 还没有那么激烈 给了这些后起之秀 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那些西方品牌往往都习惯于 在发达城市 占商为王 对这些三四线小城市兴趣缺缺 等到他们反应过来试图跟进时 市场的门已经被本土品牌瓜分一空了 现有数据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2024年第一季度 约60%新开业的肯德基和毕胜客 门店便都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 连一项着重发达市场的麦当劳 到2028年也计划在小城镇新开4000家店铺 该而言之 国产品牌准确地抓住 那二三线城市这一战略要地 顺利占据了先机 从而获得了发展上的优势地位 然而 尽管国产品牌目前的表现 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但我们也不应对其将来期望过高 事实上 中市快餐热潮的可持续性堪忧 它极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罢了 这主要是由两大因素决定的 一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困境尚未解决 二是中市连锁品牌 自身已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 我们且从宏观经济环境谈起 如今虽然中国GDP仍在正增长 但其增速已日渐放缓 乏力可循 更为严峻的是 经济面临的种种深层次矛盾 如房地产泡沫 地方债务 人口老龄化等 正像一座危额无棚的大山斑 压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 事实上 中国经济的疲软不振 正是国产品牌火爆的罪魁祸首 面对通胀与收入 双双下滑的窘境 消费者只能暂时将消费降齐 作为权宜之计 他们暂时放弃了高消费 转而追捧价格亲民的 国产餐饮品牌 然而这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而不是真正的消费升级 一旦经济形势继续恶化 整体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 那些曾经显得便宜实坏 得中市连锁店也将首当其冲 毕竟再便宜的东西 如果大多数人连这点钱都拮据 它自然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因此中国经济的根本性困境 如果得不到缓解 中市快餐的繁荣就注定是 一次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而最新数据已经给出了一些前兆 2024年4月 中国整体零售额增速 已经放缓至2.3% 低于前几个月的水平 除了宏观经济的阴霾 中市连锁品牌内在的先天不足 也让人忧心其长远发展 一个显著的问题是 许多国产品牌往往存在短视和山寨的通病 他们为了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 常常不惜牺牲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 同时缺乏真正的创新能力 更多是模仿跟风的姿态 这种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 注定难以在日益白热化的 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旦消费者对于品质和创新的要求提高 或是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这些品牌极有可能就会遭到无情的淘汰 事实上投资者似乎已经对这些品牌的前景有所顾虑 尽管瑞幸咖啡2023年前三季度 净利润暴增至31亿元人民币 增幅接近三倍 但自去年10月以来 其股价已大跌一败 同样港股新贵茶白道的股价目前 也较上市时的发行价下跌40%以上 这已不至于对这些中场疯狂者的一记当头棒喝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中式连锁品牌的繁荣是否真的 代表了民族品牌的全面崛起 不可否认像塔斯汀 华莱士瑞幸这些品牌 的确给人一种民族品牌正在重振雄风的错觉 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它们并非源自国内知名企业的培育 而更多是一些目目无闻的创业公司和民营资本的杰作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中国的一些知名大企业在餐饮服务业 方面的布局却依旧相对滞后 比如中国移动联通等电信运营商 多年来一直在试图通过渠道下沉 进军便利店市场 但至今成效频频 这种鲜明的反差或许反映了一个事实 对于中国的传统大企业而言 首途有余 工程无力 创新能力欠佳 并不具备强劲的后发能力 因此中式连锁品牌的衣食爆发 固然值得关注 但它并不能等同于中国整个餐饮业 乃至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 它更像是一个时代契机下的侥幸突围 真正的民族品牌崛起 可能还需更长的路要走 总的来说 我们对于中式速食热潮 并不应过于盲目乐观 也不应小去其中的隐患和短板 它的确是国内资本主导的一次市场突围 旗帜鲜明的代表了本土品牌 在消费领域的卷土重来 但同时也折射出了当前经济的低迷状态 以及国内企业自身的短视和浮躁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